过来看看你们一路挺辛苦的哦 你我也 没事 你就有啥话 你跟我说就行 看到你们的节目 我乡中那个人 国灵 国灵社 他叫国灵网 对 是那个跟那个吉林有个像金香福大哥相亲的那个 就是没生过孩子是不是 在咋子年前好看的 你乡中他了 那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乡中他啥了 他这个类型的长相我比较看重 就是你喜欢关联关大姐的这个长相和身材 就这种类型的是不是 他推出金不到两千 也就两千那样 那个到次要 关联那个主要人好 那个什么都 就乡中这个人了 就推出金啥的咱也不考虑了 主要是关大姐这个长相在乡中了是不是 那这么的 我问问关大姐现在是不是还单身 行不行 要是单身的话呢 看看那我就让她过来 行不行 行 好不好 那你建筑关大姐 你可不能像今天这样 那绝对不能 那绝对不能 那你要建筑关大姐 你啥表现呢 首先那是你客气点 咱主动愿意来一点 大老远 就是这样 刘大哥说呀 他也是因为心里有顾虑 怕自己配不上 关联 关大姐 所以才没好意思跟红娘直说 既然今天红娘为了她的事都来到浑春了 她决定为了自己争取一次机会 我们帮刘大哥把心意转达给了关林 关大姐 对刘大哥基本条件也很认可的关大姐 决定先见一面 看看两个人合不合适 哎呀这个呢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呢 这个呢大姐 哎呦 关林51岁 离异居住地长春市 退休金2000元 住房面积103平米 往前盈盈啊 这不折腾坏了 早上几点的去啊 你好你好 欢迎来 9点多的 你好 那这个不用我介绍了吧 不用 这叫哈名不 叫哈 关林吗 叫关林 这个是刘永贵 刘大哥 咱们住车还是 具体在这聊一聊 在这聊好吗 走吧 咱们住车吧 你走吧 终于见到自己心仪已久的女人 尤其还是在自己的主动请求下 关大姐才从长春赶到浑春和自己见面的 刘大哥接下来会如何表现呢 今天的相亲又会发生哪些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这个不用我介绍了吧 不用 知道叫哈名不 知道 叫哈 关林吧 叫关林 这个是刘永贵 刘大哥 刘永贵 咱们住车还是 继续在这聊一聊 在这聊好吗 走吧 咱们住车 走吧 在电视上看一样吗 啊 你找个照应该 这在口罩啊 第一眼园 就从来的球站成为第一眼园感觉才 一般 从哪一般 那这也是就是生狗啊 长的就是就是我喜欢那种类型的 你喜欢 净七四 七五 七六那样 喜欢各个大部分 刘永贵 你订阅大街球吗 我怕丑了 不怕丑了 其实经过你们这一来哈 我看你们这节目犯的很好 因为你们全线跟踪 就是说啥呢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近百倍的去努力 嗯 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挺好的 一会儿中午我请你吃个饭吧 大老远来的 我们昆春的那个串儿还是比较出名的 一会儿咱们就到酒香串链 串好不好 这个酒香串链比较好 对于远道而来的关大姐 刘大哥说啊 这一次自己说啥也得好好招待一下 在去吃饭吃钱 刘大哥主动提议 想带关大姐先回自己家里认认门 我这个是公主房 嗯 这我姑娘房间 这里面是姑娘 现在大哥是跟姑娘在一起住的 对对对 这个太乐了 乐得太乐了 你觉得 邋遢 看的人还比较健康 第一眼鞋棍第一眼 一下我就不得劲 哎呀 哎呀 太滑了 啊 一般人没有研究的明白 哦 那研究这个研究 研究几年了 好几年了 那别人都没有你研究的明白 那咱们众过吗 这咋说呢 嗯 小的肯定做得不好 这玩意都是有一种意识的保密 这都不好会输 所以懂了 那肯定是中国 是不是 都不好会输 嗯 玉大哥 Josie刚才挺自信的 一般人没有演这个名字 然后跟中国中国还不说 有人说隐私保密的就是中国 是不是 卢大哥的本意原本是想在官大姐回家认认门 至少体现一下她对关大姐的诚意 怎料家里的环境却不咋争气 让关大姐对她的印象 一下子就打了折扣 为了弥补自己在关大姐心中的形象 刘大哥赶紧提议 还是先去吃口饭吧 这一只鱼 来来吧 来四个吧 来四个 一个锅 锅咱们家有赠送 赠送的小鱼锅 还多搁点豆腐里头 行可以 没问题 口太口了 就从她那个点菜 我就看出了 她就点的三个两个 你说这么多人 如果要是我点的话 三十二十先这么要 吃不了咱剩下 是吧 让客人心里舒服 我觉得这礼节方面 就是每个人 就是也是个人修养 自己自己点 大哥 你不应该把菜盖 给大姐瞅容 让大姐吃下 不是 你看 喜欢吃啥 来点点呗 别管我说 不不不不 不够完一会儿 少上 这不能算一下 上那么多 先吃先烤 你烤一下 哥点都干了 我给你们烤 你们去吃吧 刚才说 来两个针鱼是吧 对 听完关大姐 对刘大哥的评价后 红娘都不禁 替刘大哥捏了一把冷汗 希望刘大哥 接下来的表现 能给他自己 多加加分吧 我说两句 对吗 说吧 对 说两句 我想说的就是 比我之间的 未来和发达 什么是未来呢 既然我们相处 就要一直走 认真关心 认真保证 刚才谈到未来 现在谈到发展 发展 因为我也没有文化 我也小学毕业 没啥文化 什么是发展 就如我两家 要保持和平 幽闻的力 而努力去做 这是大家所期待的 也是想看到 发展 发展 你觉得那个是后患 后患 咱们不要 如果像是 真的相处的话 那个 那不如说吧 今天要走到一起 你也不能给他带 干带 是吧 我不需要你 挣多钱多钱 就是人家活动这块 哪怕我一个 真钱多钱 我就找谁 八个来钟 四个来钟 三个来钟 活动活动 对于身体有好处的 不要在家 听些干门干憋的 我说这个无理 刘大哥虽然话说的 有点委婉 但是红娘在一旁 听得很明白 她的意思 是她和关大姐 都还很年轻 应该出去 再找一份工作 既锻炼的身体 也创造了一份价值 可是关大姐 却理解成了 另外一层意思 我爱我挺多的 不是不是 就是说你 现在是自己单干 还有游泳 还有自己 已经退休了 退休自己 现在没干的啥呀 跳一些民主舞 唱歌 还有一个插花 茶艺这些东西 瑜伽 游泳 多练没啥 对 就是练的 比如练身材 好一些 一样身材好一些 身体好一些 就是 真是康康的 很明显 关大姐的确 没理解刘大哥 话里面的意思 她以为 刘大哥说的 是人别在家待着 是让她出去锻炼身体 或者发展点业余爱好 听得一旁的刘大哥 实在是坐不住了 这回她并没有 当面反驳 关大姐 而是把红娘 叫到了一边 说出了自己心里 最真实的想法 你从前练这玩意 钱从哪出 哎呦 这最近应该不少钱 这玩意 个孩子 消费这么高呢 我们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我不需要你挣多多钱 这话能听不懂 但是人不能在家憋着 从在家捐着 会出毛病了 对吧 就是找一个班 哪怕正是 哪怕我 大个来说 找三四点回来 这多钱都无所谓 咱们 人也锻炼了 也劳动了 这多好 也挣多钱了 对 挣多钱才能花 是 你这家 呼呼 钱往外扬 你家银行啊 你得去听 去分析 那不行 那是 那确实 务实求花钱 其实我穿环荣 要你去分析去 再说 那多了 能说吗 什么叫政策 这叫政策 像你 没说的话 你就偏要 那啥呢 不行 那么分析 应急组的不行 他是一定是 让我出去挣钱 我明白 我都退休了 我干嘛还要去工作 我喜欢工作 我就工作 不喜欢工作了 因为我已经 奋斗了半辈子 我就想 后半辈子 我想轻松的活些 为自己活 他的想法 跟我想法 我简直不一样 我还按我自己的生活 好凡 我那时锻炼身体 再说 那个 讨议一下 自己的情吵 所以我要有趣一点 就像你喝嘴一样 你今天喝白开嘴 你吃的不一样 你都有时候加点茶 或者加点什么东西 是吧 它是这个意思 我费的印象 一点都不好 说话了 是我经说不了那种 关大姐说 从最初对刘大哥的第一印象 到刘大哥家里的环境 再到吃饭时 刘大哥的种种表现 尤其是刘大哥说完自己的这些观点后 关大姐对刘大哥的印象 算是彻底的跌到了谷底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